可以在云端白板里面有个其他补充范例 进阶的部分有个下载网络资料相关 最下面用IE物件下载网页资料 这里面的话你打开这个程式码 这程式码里面有一些相关的说谱 不过复杂度很高 如果你开起来的话你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它很多地方虽然难度比较高 所以我放在这边给各位参考 如果你已经觉得前面两种方法不符你的使用的话 你可以再来这边看 先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这个网站 这网站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全省观测 因为说真的这不是我的专业 只是说同学问的问题是说 他需要每天 第一个总共有21个县市 他需要先台北市 然后先一个安部 然后呢就跳出来会有一个安部 安部的东西 然后他可能需要台北 台北跳出来 他需要把这些资料 复制贴到ESale里面 然后换下一个 竹子弧 有没有竹子弧会变得对 然后换下一个 就是意思就是说 这每一个啊 一个县市 就这么多了 然后呢 新北市 又更多 这么多 他就每一个每一个 至少好像有一百 一两百个 那个观测站 然后呢 他需要把这些资料 通通复制贴上 所以他大概光这件事情 大概一做半天到一天就差不多 所以他每天怎么办呢 如果他再做其他的报表 那也不可能 所以他希望说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经由VBA 自动的把这些东西 帮他抓到ESale里面 就不需要说复制贴上 因为他需要去动一下 这边有没有 下拉清单 那这个地方 当然这边有个下拉清单 这边有个下拉清单 也就是说 他有两个下拉清单 先动完这一个 再动这一个 然后第一个动完换第二个 第二个换第三个 那再把底下的东西 全部抓到这个ESale里面 他用手动一定是没问题 可是实在太累了 每天都要做 所以要什么方式呢 可以快速完成 这一点 如果用第一种方法 不行 只能抓一个 第二种方法也不行 应该也不行 除非你用Pose Pose好像也不行 所以要第三种 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 等于是引用IE浏览器的物件 然后在VBA里面去run他 然后去触动这些 这个跟这一个 让他跑 每跑一个 就捞下面的资料 所以我要先知道 这下面资料是什么 然后把它捞到 对应的那个Sale里面 一个一个 可以看到逻辑知道了 第二个怎么做 首先还是一样 这个地方按滑鼠右键 检查一下原始码 有没有 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下拉清单 select name 等于station county 有没有 然后呢 第二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 station 所以上面都有ID 那我们可以透过ID 去抓这个里面的资料 透过IE浏览器呢 去触动它 让它跑动 诶 IE可以怎么样 就是 因为以前你是用滑鼠去点 但是IE浏览器的物件 它可以去模拟 就是你不用用滑鼠 是用程式去点 OK 那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那至于怎么做呢 其实底下都有相关的说明 IE物件 document.getelement by tag name tag name 就是它上面的名称 对不对 然后呢 去做什么呢 去抓 the inner test 就是抓里面的资料 因为它跑动之后 再把资料抓回来 那这个地方 我demo 那程式在这里 我demo一下 其实程式没几行 但是呢 很快的话 其实就可以把这些资料 全部跑下来 那看一下这里 等一下 我先让它重新再跑一次 基本上 写完之后呢 里面大概就是 你们可以从网络上看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网址 先放在这个网址里面 第二个 create object 有没有 按一下嘛 那个叫internet blog application 实际上从工具 引用项目也可以找到 其实就是把IE 引用进来 那我给它一个名称叫IE 那这个IE的话呢 有一个navigate的方法 意思就是什么 它要去连到那个网站 然后呢 do file do file 就是后面有个逻辑 当这个state ready state 就是当它是不是已经载入了 或者是说它 就是说呢 不是是 意思就是说 有载入完成 或者是说 不是 不是是 是的话 表示应该还没有完成 就是还在载入 或者是beasy 那这个时候呢 才把主控权交出 让它一继续等待 那这边我有让它暂停 有没有waites 意思就是说 因为有的时候网页 有时候它没有那么快 还是要等它一下 不然有些东西还没下来 所以要等 那如果你怕等太久 你这边数字可以改小一点 大概改个一秒 甚至你这一行不要 但是之前好像预过就是 跑太快 它会有那个 突然就是抓 没有抓到资料的问题发生 所以你可能让它慢一点点 然后for i 等于1到22 因为我知道总共有22个项目 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用do file去跑 那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基本上就是点下去 它这个时候的话呢 一样就是会先确认 那个网站是ready了 ready之后的话呢 再把第一个 安部 资料抓下来 第二个 第三个 设置 有没有看到 一直往下 一个一个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 那个效果了 其实它在做什么 它是利用ID软件 载进来之后 然后呢 不是有那个下拉清单 下拉清单 第一次先动一下上面的 然后呢 再动下面的 就是把下面全部跑完之后 确定它已经没有了 再换上面 再把它动一下 然后再往下 一直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资料就是从网络上 就是直接一个一个 把它塞到 这个 我们的 这个 e-sale里面 至于详细的内容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所以 很快也没办法讲得那么清楚 不过 基本上 我的程式 尤其像这种比较复杂的 我上面都有写非常清楚的注解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对于那个 有些地方不太熟的话 要不就是你把注解稍微看一下 要不就是你网络Google一下 有些也可以找得到 再不然的话 你可以记得原始码 我上面有那个 程式 这个地方 其实也有用那个 我今天讲的 按右键 检视程式码 你可以把程式码稍微看一下 因为关键都是这里面的东西 程式的话 大概没有多少 大概就这些 还有兴趣的同学 回去可以试试看 这个难度真的蛮高的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我放的位置 是在哪里 我在重点 就是记得是在那个 其他补充范例 里面的进阶 下载网络资料相关的 有没有 另外还有一个 POS 公开资讯观测站 好像是这个吧 里面有延伸POS 用XML HTTP物件 改成POS 有兴趣自己稍微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因为这些东西 其实 如果你可以把这些 网络抓取资料的 所有技术 都能够非常的熟 我想你在职场上面 应该可以 我想 再加上自动化 我相信 你的表现 应该会比其他 来的更耀眼 因为你的东西 你就等于是有电脑 帮你自动 解决很多问题 你不用在那边 除法链钢了 所以这个也是 大数据时代里面 等于是 如果大数据是石油的话 那你们应该要学会 就是如何把它提炼成 大家可以使用的 这个资源 这样的话 才可以创造你的价值 OK 今天我想 我想就先到这里 那下一个礼拜 就是过年 对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祝大家 祝 那如果你过年 期间没有出远门的话 记得要在家里 就 努力练习 然后 我们最后一次上课的话 就是 还会有工作部 比如工作表 转工作部的这部分 所以回去的话 有时间 可以先把这部分 再稍微看一下 OK